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奇矣精湛 在下心悦成福 净阁老承让了 别看了 你现在在观礼县衙 我 我怎么在县衙里啊 楚楚 楚楚呢 我要见楚楚 我要见我妹妹 我妹妹呢 你还当她是你妹妹吗 她当然是我的妹妹 难道 楚楚难道没有告诉过你 她生父云义 是害死萧锦鱼兄弟俩父亲的罪人 他们一定是想要公报私仇 你把我妹妹给杀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 我楚河就跟你拼命 拼命 就拿这个 与本王拼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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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口声声说楚楚是你的妹妹 你就如此坑害你妹妹 我告诉你 楚楚现在正在家里 替你向家中报平安 她一切都好 只是差点被你害死在河里 我 韩剧王 这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楚楚没有半点关系 跟我家人也没有半点关系 你都干了什么 我 我 我听说 其实楚楚的那个人 就是楚楚的亲舅舅 许宗芳 我本来是想问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楚楚的家人 楚楚家里还有哪些人 可 可是 他跟我说 楚楚的爹 是害死你爹的犯罪 说你们兄弟两个 把楚楚带出去 是为了杀死楚楚 你就信了那贼人的话 我不信 我担心 我担心万一 万一这话让你知道了 你肯定把楚楚关押起来 审问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你能查出什么来啊 那人说得头头是道 如果你要是相信了她的话 认定了是楚楚 是你仇家的孩子 那楚楚可就太冤了 所以你就给她这刀头 助她逃跑 楚楚是我妹妹 她是无辜的 我不能不救她 你这是在害她 楚贺 你纵使信不过本王的品行 你也应该想过 若那贼人信口胡言 哄骗你给她松绑 你这样胡来 实现楚楚于不义 若那贼人所言属实 你这样纵她 带着楚楚逃跑 楚楚是罪嫁一等 你楚家满门都要受过 若那贼人成功逃脱 杀死你楚家满门 杀死无辜百姓 你楚喝单代了其吗 楚楚单代了其吗 我 你身为县衙武座 也算是宫门中人 行事如此鱼鲁莽撞 往楚楚总说 你们楚家一门 世代忠良 你如今所谓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楚楚 你现在还有理 当着楚楚的面再说一遍 安君王 我 我当时是急得昏了头 你怎么责罚我 我 我都认 我千万不要责罚楚楚 和我的家里人啊 你知错就好 你知错就好 我也不瞒你 那贼人所说的这些 楚楚全都知道 切已全都告诉我了 楚楚跟你说了什么 楚楚和我 都是宫门中人 楚楚信得过我 我也信得过她 此事 我定会秉公查办 厘清真相 定不会委屈了楚楚 你大可放心 但你也切记 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蠢事 否则受罚的 绝对不会是你一个人 不会不会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问你 你是如何掉进河里的 我把这刀头 给了许如柜之后 就一直盯着棺材作坊那边的动静 我发现许如柜 杀了人之后跑了 还有两个贼人追着他出去了 你与他们交手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远远地跟着他们 他们特别谨慎 我还差点被发现了 然后我一不小心 脚一滑就掉到河里去了 那你看清他们 抄什么方向去了吗 东北边 好像是凤桓山坊下 你先起来吧 谢安君王 此事你虽做得荒唐 但念你诚心悔过 又险先命丧何忠 也算受苦教训了 便不重责于你 我且问你一件事 你务必如实回答 您问 楚河一定实话实说 我先前听郑县令提起 关岭县与外界通桥 是五年前的事 在此之前 关岭县进出都十分困难 可有此事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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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桥 是刺史大人拨款修的 这可是造福全县 百姓的大好事 那你可还记得 住在你家屋后的 那位巫医离开之时 这座桥 是否已经修好了 还没有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全家 还纳闷呢 这巫医腿脚不利索 根本出不了关岭县 这怎么一下子 就不见了呢 公主 今日与锦阁老下了那么久的棋 累坏了吧 我已吩咐人备下热水 一会儿给公主沐浴解乏 景之这趟来 恐怕不只是为了跟我下这盘棋 我心里总是感觉到不踏实 依奴婢看 锦阁老是来催促公主 成全冷姑娘的婚事的 他越是催促 就说明这桩婚事 也不能成 希望薛先生这趟前舟之行 能打消圣上的这个心思 公主是担心 萧将军与冷姑娘成婚 会牵扯到冷将军的兵权之势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 只考虑这场婚事牵扯的利益 冷月自然是嫁给锦鱼更为稳妥 既不牵扯冷氏异族的兵权 又能使冷氏异族 继续成为锦鱼在朝中的助力 我考虑的还是小月本身 她自小就跟着锦鱼 我们下期的目标 我们下期的目标